Olympus Olympus在今天6月30號 我們跟日本同步的時間發表了 我們新系列Pen的相機 那Pen的這個相機呢 我們在今天總共發表了三款相機 EP3、EPL3跟EPM1這三款相機 這三款相機它擁有共同的特色在於說 它有最好的一個影像品質 還有呢它有Full HD錄影的一個功能 那EP3它主要的是它有內建閃燈的一個功能 內建閃燈觸控的螢幕 同時它的藝術濾鏡是最多的 有10種的藝術濾鏡 那它全部是金屬的一個機身 同時還有黑色、白色跟銀色 這三個顏色可以選擇 那它是一個首創的說 那個握把是可以拆卸的握把 我們一般的握把來講的話 有的人喜歡它的整個設計 那它把握把 有時候覺得說它的握把 在整個整體設計上不是很好看 所以可以把它拆掉 那另外呢EPL3的話呢 是我們EPL2的後續機種 那這台相機呢 它搭載了一個翻轉的一個螢幕 所以讓我們在拍照的時候呢 不管是你高角度攝影 或低角度攝影的時候呢 都能夠讓你用很輕鬆的一個姿勢 很優雅的去拍出你所要的一個照片 那這台相機呢 我們的顏色上來講呢 除了剛剛所講的黑色、白色、金色以外呢 還有搭載一個紅色 那另外一款EPM1這台相機呢 是我們新的一個系列 這個mini的一個系列 它的體積非常的小 它幾乎跟我們的消費型相機大小相當 那也是一樣可以更換鏡頭 那它的閃光燈呢 它保證它是HUDSHOES 所以一樣可以外接閃燈 還有呢Olympus其他的一個配件 比方說藍牙傳輸的一個傳輸介面 或者是說我們的那個微距避燈 都可以裝在上面使用 這三台相機它的一個影像品質是一樣的 不管是它的畫素來講 一樣是1230萬畫素的那個LiveModes 它的對焦速度是一樣快的 那所以呢 以拍照的影像品 它錄影呢 都一樣是Full HD的一個錄影 所以這三台相機有相同的一個影像品質 跟一個那個影像處理的引擎 所以呢 在這方面來講的話 你並沒有因為說購買不同的一個系列 你就有一些損失 相對不一樣的地方在於說 藝術濾鏡的搭載有不一樣 比方說像那個EP3來講的話 它有十種藝術濾鏡 那EPL3的話呢 它是六種藝術濾鏡 那EPM1也是一樣是六種 那但是呢 基本上來講的話 這個影像品質的追求來講是一樣的 好啊 嗯 感谢观看